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 沒有糾察 只有群眾的地方 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人 使出十八官武藝 施展運身解素 大家正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劉世南 天才一剔 所以好事不出門 醜事全千里 近年香港的公關災難可謂經常出現 由政府去到大型企業 甚至去到政黨 他們在處理危機時候 經常損手難腳 甚至成為市民的笑名 為甚麼人經常打擾關公 是否因為他們想事想不通 為甚麼他們想事想不通 會不會是頭有個洞 逢星期三晚九點到十夜 我康明孫 我是劉德武 關公災難 剛才我們在休息之前 說了很多和明報有關的來龍去馬 或者他們背後老闆自己投資 甚至這份報紙 在過去幾年裏面 他們的業績究竟是否真的 老闆那麼等錢 所以要解僱了一個伙計 然後就可以節省到七個百分比 那十萬元 原來就是等於全公公司 一個月裏面的七個百分比 的開支 你說出來其實完全是沒有人相信的 但反過來 當然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其實我也想聽聽你的意見劉世良 就是什麼呢 我想你在網上也看到 其實幾天蓋地的網民 都幾一面左右 去批評明報的員工 在批評什麼呢 就是說 你上一次劉進途事件 換劉進途 這麼粗暴手法 大家又發了一個新聞稿 大家我記得 走出來明報大廈 一字排開 拍張照片 拍張照片就是我們心表憤怒 然後這個記協又發了一個 就是我們為這個總編輯 被粗暴地調走 就是大家 新聞自由最黑暗的一天 就是 每一次其實這些事 都已經是講完再講完再講 黑暗了很多天 其實這個黑暗 其實已經是黑到陷了 已經完全見不到 但是為什麼 這些人仍然是用一個 相對 真是和理非 對不起 也要這麼說 極度超級無敵和理非 這樣的態度去處理 我自己個人 就是我這件事拍張了之後 其實個人的心情非常之低落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 究竟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以前 你對這些新聞 出現一些這樣的新聞 大家會是 直接是震驚 直接覺得 不是不是 有沒有搞錯 可能 就是這件事 大家會 很 積極地去討論 大家會不斷去決定 下一步 應該用這個什麼方式去處理 但是在今次這件事 當然 又是說 二百多個員工去追蹤中天祥 就說 為什麼你不走 為什麼你不走 你又要叫阿姜走 你自己又不走 如果你要省錢 但是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很快很可能 兩天到三天 很簡單 其實都不用兩天三天 你看看現在那個 佔據頭版位置 很快就會變成了 為梁振英和黃毓民 上庭事件 這樣就會把整件事 帶動了 就繼續 沒有事發生 這樣就完結了 那我自己 大家緊守崗位 不斷地說完 就是我們要緊守這個新聞崗位 大家就不可以放鬆 但是問題 你的所謂緊守崗位是什麼 我坐在那裡 我繼續看到 你一個一個這樣炒走嗎 我從我自己的角度 我看了一段新聞之後 我自己即時的心裡面就是想 如果真的 這個新聞公會也好 這班名報的同事也好 如果你真的覺得 事態已經嚴重 也是這樣 為什麼 我就放下一支筆 我就起來 我就走出門口 如果你這班人 能夠站在一起 你膽敢炒我 我們罷工 不是 我直接罷工 我走出去 我坐在公司門口 你明天就不用出報紙 等到你沒有辦法出到報紙 你敢不敢全部炒 我等你出不到報紙 我將這件事 將它燒到上去 這個國際新聞 我看看你們怎樣交代 我看看一份報紙這樣停機 這個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而不是 普普通通炒了這個人 算了 沒事 我們心表憤怒 我們對這件事 還有我覺得不明不白 什麼不明不白 其實這件事 是相當明白的 什麼叫不明不白 為什麼你還要 我覺得難頂的地方 在哪裡 是不是那班專欄作家 我看到有不少在《明報》寫東西 那些專欄作家 大家爭先 在自己的Facebook也好 在不同的其他網上媒體也好 爭先發表個人意見 最黑暗的一天 這份報紙越來越粗暴 都下山五千字 其實你在做什麼 其實你表示自己的意見 對於這件事 有什麼幫助 你對香港人來說 這份報紙 大家看不到它爛嗎 大家看不到它墮落嗎 大家全部都知道 那為什麼還要繼續 只是顧著自己在發聲 自己在發 表態 表態 然後就 下面都是10個like 100個like 每個小時就500個like 你會覺得 究竟這些人在搞什麼 很簡單 我告訴你 上次我也講過 為什麼不是全部的專欄作家 我不寫 我就開天槍 其實很多寫《明報》的人 也不是在於他的稿費 大家知道《明報》的稿費不高 大家自作個虛名 現在他的稿費都臭了 你還舔他的虛名做什麼 所以我就是說 就算 如果你是在《明報》上 跟他有關係的 我當你是專欄作家也好 我當你是員工也好 我當你是他的訂戶也好 我就cut你 我就cut你 我不寫 我不交 是啊 那為什麼你有本事 你就cut了我 你cut了我 你cut了多少個 但是如果大家站在一起的時候 你覺得《明報》 需要不需要跪下呢 他還會不會覺得 下一次是這樣呢 你自己看看 他之所以能夠一而再而三而 因為那些人 沒有軟弱 你明不明白 沒錯 還有發完一輪的新聞稿 是啊 撮完一輪的樣子 站完拍照就撇了 然後貼完一輪的大字報 最好笑的是有些人就說 那份工很重要 你們不要鼓勵他們罷工 沒有那份工你請 喂 所以對不起 我覺得 如果當《明報》去到一個地步 是助就違約的報紙的時候 你繼續在那裡 其實就是 你繼續在那裡做 然後你告訴我你有風骨 你要緊守最後一個崗位 那你的崗位是做什麼 我想問 你的崗位就是拿那幾萬塊 你的崗位是做什麼 是不是當收到調查報道的時候 就調查唐英年 而不調查梁振英呢 或 其實你的崗位 就是幫忙丟掉那些 OK 不要報了 究竟他在做什麼 不是啊 到時候中天祥叫你不做這個的時候 你的崗位就是 幫他執行著他的版本的政策 沒錯 是不是因為老總下來 就是說 喂 不准他這樣寫 喂 你為了看他自己的工作 就是 喂 那我就不寫了 如果是這樣 你還學什麼大家說 緊守崗位 你已經不是緊守崗位 你是緊守份量 麻煩 打工我也覺得 是算了 情有可緣 但是你說那些 基本上是 有專業人士 大學講師 自己有正職的人 你只是兼職在明報寫專欄 我說你不寫給左佬寫 就由得他給左佬寫 我告訴你 我敢寫包單 他換了給屈永賢那些人去寫 潘麗瓶的人去寫 那個後果是什麼 他會再跌 死快點 他會死得快點 因為當他變成《文匯報》的時候 他賣給馬雲 馬雲都不要 是吧 你現在容許 那些人沉默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舔名報的虛名 因為 因為明報專欄作家 就可以拿去招搖撞騙 讓別人給你面子 仍然是緊抱著 一個明報的所謂專欄 這麼出招牌 一個所謂專欄作家 就是我覺得很悲哀 我看完今天發展到這個情況 第一件事 就是所謂專欄作家 你每一天 就只有專欄畫了一點 今天 你每一天很厲害 我當你 我當你 我想你全香港最高的那個 一元 我給你 我當你全香港最高的那個字 十元 你是一千字左右 最多 那裡多少錢 一萬人 是不是 是嗎 三十人 當然 我可以告訴你 是不會有這個人的 在香港我夠膽講 不會有這個人 因為 最厲害的陶傑 陶傑就叫做厲害的 我們都知道他究竟收益多少錢 好了 那你自己想想 與其大家 繼續在 爭先拗後 發明這些謀論 最黑暗的人 有風骨的 我就不捨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除了 我覺得這些專欄作家 不知所謂之外 還有就是教育界 教育界 是明報最大的定戶 學校指 我們叫做 最少三四萬明報 現在實際銷路 在街賣 我想很少 沒有學校指 教協 你是不是應該出聲 你在這些事上 你仍然 走開 與自己無關 是不是叫做學校不要訂 是嗎 現在這麼多通識的素材 在網上可以找得到 為什麼要看明報 沒錯 我覺得這些就是偽善 你明白嗎 你在這些位置上 就說個兇狠 還不表態 還要 坐在這裡 叫大家謹守崗位 就是那句 忍守了很久 還在說 走很容易 留下更困難 董建華的邏輯 更困難 我覺得這些 你不要如人如己 你自己蠢就好 不要當別人都是白痴 你說這些事情 反過來 你自己會想想 不是 你現在坐在那個位置上 基本上就是大家繼續在製造一些這樣的東西出來給大家看 而你就坐在那個位置上 還要參與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你是在用明報的招牌 去做一些 找你自己的食 找食 還有什麼呢 反過來是在做一些 屠毒人的事情 當然 都說作就違約 因為如果你發現這份報紙 已經是 講什麼公信力 你看看他的所作所為 都不要再講什麼公信力 簡直是下三流手段 以前還敢去明報燒報紙 其實 我剛才一開始講雙查方案的時候 你看回新聞 當時學聯圖均衡的那些全部 是在明報的報館下面 焚燒這個明報的 嗯 我忘記了司徒華也好像有份 嗯 當時就是我們97年之後要求 立法會是最少一半直選產生 結果 查良容方案是說 是去到第三屆才有一半 現在正在行的就是 雙查方案的一部分 嗯 是令到香港人入了一個鳥籠裡面這麼多年 你自己看到 整件事情 OK 現在都 事隔了兩天 你看到是什麼 喂 我們會進一步行動 進什麼 做什麼 如果你每一次 你都放過他 每一次都有他 你認為下一次 沒有的 會是這麼簡單的嗎 就等於性騷擾一樣 摸一下你的臉 你不出聲 嗯 接著摸你的背部 摸你的背部 不出聲 揭你的裙底 都不出聲 就是這樣 接著就說 留下給離開這麼困難 不是 還有你是願意的 你願意的 接著就變成共犯了 是啊 你現在的地步 你不要再說明報 逼你做什麼做什麼 明報下場就會跟亞洲周刊一樣 嗯 接著你就會接受 跟這個信報一樣 接著我記得當日 李懿 你給李懿80大壽的字述給我看 他就說 其實最辛苦是100%的不妥協 嗯 他說98%的妥協 98%的不妥協 不妥協 你妥協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沒錯 跟100%妥協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 因為你只不過是把過程拖慢 是 因為當你那2%放了之後 你就一路一路越放越多 嗯 像我剛才所說的 摸你面株不出聲 接著我掃你每隻不出聲 接著揭你的裙底也不出聲 那時候 人家就會走上來 琴你了 這個就是 去到一個地步 對方是進擊的 嗯 而你一路就是 我都看穿尾 還有 他不斷測試你的底線 對 上次你想想劉俊濤那件事 你都是這樣做事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事 我走走走前一步 看見你不出聲 我再走前一步 你也不出聲 到最後 我整個都坐在你的位置 你說明報調查組 做到新聞 仍然做到事 Fine 如果你今天 你調查到梁振英如何隱藏BVI公司 到這份東西 放到上去 中天祥的桌面的時候 出到嗎 他告訴你 我等遲些才出 然後一路 等於當日 同時收到兩個候選人僭建 結果 唐英廷那個人 做完 梁振英那個人 就熟不熟 這個就是事後明報的人 講出來的 熟不熟是什麼原因 是否上面上層有人指揮 就是熟熟這個 不熟這個 不是 所以我就說 你去到今天 要麼你就認 我是契弟 我是賺錢的 你就不要要有認 是吧 那我覺得 沒有人會駕你 你打工而已 是吧 這個反而就是 大家都不會出聲 即是很簡單 你打工我沒有資格 他自己怎樣怎樣 你有沒有聽到大家會罵這個大公報問會 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不需要 大家也預期望 是很正常的 大家會不會拿這個井水閘出來 天天出來 蓋它 不會 因為大家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他收的那份錢是包賣的 你也不看 所以其實 他也有代價 所以我覺得這些知識分子虛偽 虛偽在於什麼呢 又要明報所謂金七招牌 不過這個金七招牌 其實一早已經消失了 但是我覺得最無恥的地方 就是他令到我最生氣最生氣的那件事 就是 你還要這幫人 在爭先拱喉 自己在大發謬論 在這裏 在這裏 如何者歡哀動 佛姜國元怎樣怎樣 安喻者的文章 怎樣有學識有學識 令我茅室遁開 我屁 不是 還要 還要現在在這裏說 還有一天 就是星期日 我們會懷念安喻的文字 懷念 拜託 是 出了 出了 麻煩你了 懷什麼念 拜託不要在 你看劉進途那篇文章 都已經沒有眼看了 就是 就是了 離開給劉德 是個好同事 是 大家是好同事 OK 我對他的什麼什麼 有什麼學習的地方 就是你會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很生氣 現在是在說行動 現在已經被人一巴巴掌蓋過來 你簡直是被人拿著繩綁住 你還要是覺得 沒事 總之 大家不要走 大家不要做任何事情 喂 你有沒有一點點自欺欺人 就是 已經去到 很簡單 我告訴你 攻陷你了 到最後 世華集團公佈 馬雲收購 這些人的反應是一樣的 嗯 那沒事的 因為其實就是等於 今天的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他們一樣過渡 一樣打份工 一樣 他們覺得 上面換了老闆 我份量又沒有少 一樣做回那些事情 還有 就算 就算怎樣也好 現在搵食艱難 我成樓理工 喂 全部適合 你的道理全部適合 我覺得 無論怎樣說 都沒辦法再說下去 為什麼今天香港會跌得這麼快 其實你看得到 各人用一個什麼態度 只不過就覺得 喂 你去吧 我不行 我搞不定 就算你那幫員工 是 走不開 你那幫專欄作家 不是靠他做搵食 寫論壇版的人 寫論壇版更加不是靠他搵食 是嗎 你說沒有了一個平台 現在大哥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喂 沒有平台不就自己在废室爆得夠 我舉例 喜歡寫就寫得夠 你看歐加林 有沒有一個報紙長期給他欄目去呢 別人就在自己的潮池的blog那邊 那邊寫 是不是 我們上個禮拜訪問了另外一個叫Jason Ng的作者 寫英文的寫香港的故事 是 到今天為止 最完整的一本關於雨傘運動的紀錄 他居然是一個英文人寫的英文書 沒錯 而他是什麼呢 他是正在回投資銀行的 是每個星期五 那些人叫他喝酒的時候 他就在家裡坐著 就在打電腦 是這樣用年紀時間寫出這本書出來 所以就是 別人有沒有平台 你看完整件事 你看到那一班所謂文化人 知識君子 你看到他在這件事上 一次又一次 自己好好地示範給大家看 他就說你 用不著害怕 沒事的 打完就打 打完前面就打後面 打完後面 再去打你的頭頂 沒所謂的 你是不敢出聲 就打得夠 好了 知道你的教育界 一樣 當是看不到 OK 繼續 那就好啦 吃花生 很可惜 失去了一個人才 就說完了 就是這樣 OK 你告訴我 你要大家搜下去 怎樣搜下去 我真的完全想不到 在我的節目完結之前 有幾件事 我要說回 就剛才Lance已經提到 就是海伍德 這個New Haywood 就是谷開來的情人 Haywood Haywood New Haywood 其實是大陸普通話的拼音 如果它用廣東話拼音 就叫做Haywood 是 是的 Haywood 是的 因為大陸有多一塊魚 它叫做Wood 因為普通話沒有入聲字 所以它用兩個音去拼這個Wood Wood這個字 是的 就像Tiger Wood 老虎五德 都是叫做 老虎五德 很傻 剛才我們兩個都不記得 所以就翻查一下資料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要處理 哦 那就要 記住多謝 一個聽眾 阿袁 是嗎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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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之前這個 大家看到我的大粒麥 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小粒麥 有一個壞了 是 那幾個小粒麥 就變了 長期都好 我旁邊就有粒東西 好像變成一個象人 所以 這個 這個聽眾就義務幫我們 去 修復這個麥 是 是 就拿去看接過 是 希望 即是他快點成功 是 另外 就有一個聽眾 就是阿徐先生 就寄了一個捐款來的 是的 那徐先生的銀行 就是東亞銀行的 那我們 他就寄了一張支票來 我們就需要和你聯絡一下 請你 就和我們聯絡 就是徐先生 他是東亞銀行 在4月5日的時候 就是給城寨有一個捐款的支票 我們就需要請你和我們聯絡 我們的電話就是251-21002 那 再交代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網站 究竟搞什麼 搞這麼久呢 那 原因呢 其實我們現在就要 我們那個網頁公司的設計師 他就說他要收回我們一個款 就是一個錢 然後才肯和我們去重新 搞定 這樣 我們其實現在就 就是 為這件事都挺煩惱的 因為那裏都要一些錢 要去搞定 那裏 其實那個原因就是有人 派了我們的網站 就是用網站去發放一些 大肆發放電油 垃圾電油 垃圾電油 除了因為他叫我們 除了除了 除了除了除了 除了除了今天的內容 不是 其實他要現在 must selon我們 除了要多說 這個 就是 清理 清理所有那些工廠的電油 要重新去處理這個問題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最頭痛的 不是單單把網頁弄上去就塞 而是怎樣去做一個保安的工作 他要再提出一個方法 怎樣去阻止這些事情 他要提出一個方案 告訴他這件事不可以再發生 如果你們認識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都不是IT人 對IT的認識 我想是比創新科技局長更少 其實基本上整個城寨 都是沒有任何IT人的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 就是肉隨針板上 完全搞不定的位置 就是當時設計師 就是那個網站的負責公司 他就說我可以幫你修理 但是他不會保證我們之後 再受到襲擊的時候 怎樣處理呢 這個是我們最頭痛的事情 這次給了這筆錢 很可能很快又要再繼續給下去 因為如果他有特地去搞我們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預計得到的 是會再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頭痛的事情 不單止要把網頁推上去 而是之後的保安維護 我們是完全搞不定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過去的 大概一個月來講 因為網站死了 捐款也全部都停了 但是Facebook會把PayPal的連結放在這裡 是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PayPal的 PayPal的帳戶 就會放在Facebook那裡 如果你們看到的 希望你可以捐款 再說一次 我們那個捐款的銀行號碼 就是匯豐銀行 809-167455-838 如果你願意隨便落座 你可以幫忙一下 我們很感謝你 至於最後一件事 台毛要講一下 其實我們的網站 就會在4月30日 4月30日就會在 嘗試過 因為我們每次都要在這裡 我們要省錢 所以就要留在這裡 我們就會 所有節目主持人都會出現 跟大家見面 其實現在那些節目就量好了 就會到時出街 希望大家如果你是出席的話 就可以跟以前一樣 在我們Facebook的留言 在Facebook那裡留言 留下你的名字和電話 因為我們重點 就要去預一預人數 原因是因為座位有限 因為我們不是真的那麼大 所以要去計算一下 夠不夠位給大家坐 是的 也會 除了舊的節目主持人之外 我們希望可以有些新的節目主持人 跟大家聊聊聊天 或者是 都可以大家給一下意見 究竟可以 路難走 但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怎樣走下去呢 希望大家 其實不要太悲觀 我經常覺得 十年那套電影 我記得我們在節目裡介紹的時候 我們已經預計了會被人禁影 被人落畫 但是結果 正正因為這樣 他拿了香港金像獎的最佳電影 也可以去到新加坡國際電影節 也準備安排在加拿大或英國上映 但是與此同時 今天中國的iTune 即是他要下命令 就給了這個Apple 就要他下架了 這個已經變成了國際新聞了 你會看到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連一出電影都容不落 那你覺得還可以怎樣呢 如果大家仍然是選擇 我不出聲 我藏起來 其實大家都沒有地方去 也走不掉 但是 到頭來 你只會想 原來他會把我們那個圈 即我們能夠坐在那個圈裡的位置 是越縮越細 越縮越細 你的聲音是越來越收緊 不准講 不准登 不准賣 不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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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個 由書 由書出版 電影 到藝人 演唱會 演唱會 唱的歌 全線封殺 對 全線封殺 但是我覺得 反過來 大家也更加體會到 香港的自由的可貴 你說是不是真的這樣 就等於人們會收聲 我覺得不是 十年的電影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這份自由 其實在你和我手上 究竟你願意 幾快把你自己的自由 完全 丟出去 人家就用來收緊 把你的手綁起 或者 你堅持 謹守自己的抗位 那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你和我們自己的選擇 就不得再去罵人 他們這樣這樣 他要我們這樣 你只要想一下 其實 你自己有沒有盡到的責任呢 在節目結局 我們其實很想說一件事 記得登記做選民 是的 應該到5月12日 我忘記了 2日 4日 我忘記了 我記得應該是5月2日 5月頭的 所以如果你還未登記做選民 你想想 其實你一票是很重要 與其我們每天都在埋怨 六八個很不公道 這個功能組別很離譜 完全被保皇黨建制派玩了 其實你這個一票很重要 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去維護這個地方 而不可以再覺得 將這件事 人家會搞定 我何必出這麼多聲 我不想理政治 再說一次 你早上去麵包店買那個麵包 麵包 麵粉從哪裡來 其實已經是一個政治 還有我覺得 那套電影完之前 他就打了四個字出來 就是為時未晚 然後跟著 為時未晚 對 到最終最終出官時 其實就是為時未晚 我覺得始終 你有一個樂觀的態度 你就覺得為時未晚 如果你所有的事情 都覺得是無力無能的 雨傘運動是徹底失敗的 我們一事無盛的 你這樣去看的話 是不會令到你開心了 亦都不會令到你在這個地方裡面 的生活是好過了 還有就是 每一天在那裡 哀聲嘆氣 自怨自哀 在那裡垂頭喪氣 事情沒有好到 但是我們仍然要生活下去 與其是這樣 不如積極一點 對 積極一點 我覺得其實我有時候 挺容易開心的 譬如我上個星期在機場 看到我們很多聽眾 我覺得很奇怪 很多人跟我們打招呼 走過來大家聊天 我們的聽眾很多時候 真的去那些演唱會場合 很少碰到的 反而很多時候碰到的 就是那些示威遊行的場合 我覺得也是一種互相鼓勵的 不是只是我去鼓勵你的 反過來他們也有一種鼓勵你的 這個正正就是香港人 我們說到最後 其實我們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但是我們有很好的人民 這個是足以令到那些強國的人 會覺得羞愧的 而正正因為他們羞愧 所以他們會用盡各種方法 來去把香港拉低 跟他們一起 因為他不是改變自己變好 而是把你變壞 把你變壞 這個才是 所謂的產平主義 50年前的中國就是這樣 所有人窮就一起窮 所有人穿藍色的解放裝 綠色的解放裝 你試試穿一件牛仔褲 立刻被人當街撕爛你 共產嘛 就是我貼不重要 你和我一起貼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長期的角力 記住 我們的網聚就會在4月30日 時間應該是下午 因為那天是星期六 我們就會在Facebook 和所有節目主持人 都會分別在他們自己的節目時段 都跟大家再講一次 讓大家務求不聽三不管的聽眾 都知道有這樣的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聽三不管 所以我們每一個節目 都會在這裡 跟大家報告一次 落實究竟星期六 4月30日會是幾點 所以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政策給人的感覺是亂七八糟 當然更被視為香港 三不管的狗犯之地 事實他們有自己一套秩序 這個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大家正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郭榮孫 我是郭榮孫